大家好,这一转眼就到了这个八月份了,时间过得真的是快啊 这期视频呢,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二四年呢,夏天都种了什么菜 然后首先看到的呢,就是我的这个房子呀,今年安装了这个太阳能板 主要是为了节约一些电费 那这个投资呢,实际上需要很多年才能够把这个投资这个本赚回来 还是比较大的一笔投资 那今年这个二十四年呢,这个菜园的比较大的改动就是说 做了一些就是平行价结构 由去年的这个垂直架呢,做成了平行价 那这葡萄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作物呢 收光量就增大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除了一些常规的蔬菜呢 今年还进了一些这个热带树的这些个果树的果苗 然后呢,同时呢 屋里面呢,我做了一些就是灯架 然后开始在培育一些热带的这个室内绿植 这个视频最后会有介绍 那主要今年的种植的问题呢,还是一个相当有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吧 就是连作问题 同一个地区呢,种了同一种作物连续种了好几年 所以它这个累积的呀,这个病虫还就越来越严重 啊,像红蜘蛛啊,对吧 像白粉病啊,这些东西都不停的在每年再加强 所以从这个明年开始,我就要开始进行比较大的一个轮座 轮换 主要是这个葫芦柯呀 茄柯呀 豆柯这三种的大轮转 希望能够减少一些问题 OK 还是从这个北面第一个菜场开始看起 那这面呢,种的这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个是藜麦 对,是一种超级食物 对,是现科的 呃,成熟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东西把科剥了 就吃里面里面那个种子 啊,营养很好 对,超级食物 呃,后面呢,这个是甜瓜 长得都不是很好 长得不是很早就摔了 因为这边阳光几年不行 被这个 这边有棵杏树 被这个杏树挡掉了 光被杏树挡掉了 然后这边的这个空心菜呀 空心菜呀 看这空心菜呀 包括线菜呀 长得都不如往年好 也是因为被挡光的原因 明年这个地方重新设计一下 里面第二个菜床呢 就更悲剧了 这个也是一个设计失误 那看这个长得后面很高的这个 有西红柿啊 有这个墨西哥酸姜果啊 就没想到长得太高了 所以把这个这排这个 啊,贵族甜瓜的这光全部打掉了 对,全部挡掉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 基本上没办法生长了 很早就枯萎了 只有一颗就这样 但是呢,前面的还长得不错 西红柿啊也好 那是这个北面的第三个菜床 这是唯一一个就是说这个 前瓜长得还不错 当然现在已经基本上都都收掉了 嗯,还是不错的 嗯,前面这个菜床呢 嗯,种的都是甜椒 不同颜色的 白色的,黄色的,橙色的 呃,绿红色的,最后是紫色的甜椒 嗯,今天做了一个尝试 就是说在这个甜椒中间呢 就是种了两颗这个甜瓜 目的呢,就是说 希望用这个甜瓜呢 就是在地面上铺开呢 本身起到一个mult作用 同时增加一些甜瓜的产量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的特点 就是说太乱 它就到处长 就长出这个菜床了 虽然是接了些甜瓜 但是整体这个清爽度就是下降了很多 那看这个北面第三个菜床 这上面还有两个没采的甜瓜 后面可能还有两个甜瓜 呃,产量还可以 采了大概 呃,每株大概三四个吧 所以八株大概有 有几十个甜瓜出来 那这个刚才做mult这个甜瓜呢 产量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它收缸量比较大嘛 整个菜床都铺开了 但同时它一是乱二一个 影响了一些这个甜瓜的生长 影响一些这个甜椒的生长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中间这个菜床 这个菜床呢 我们看到种了很多这个 非鲜石类的辣椒 像这个超天椒啊 像这个子弹头辣椒啊 这个子弹头 就是晒干辣椒用的 后面这个是小米辣 小米辣 可以做泡椒 然后这边种了一些个五彩椒 颜色非常好看 五鸭六色的 但是呢,它的植株相对来说比较小 所以更倾向于作为观赏植物 后面这一排呢 种的是这个黄瓜 这种小圆黄瓜 那么看这个是 一个叫金铜 一个叫玉女 名字起得非常好 金铜玉女 金铜玉女 那这边呢 这个是韩国的这个 一种品种的黄瓜 是用网红黄瓜吧 韩国汉黄瓜 这边呢就是标准的这个 顶花带刺的黄瓜 这一长很大 已经开始老了 然后 这还有一棵大的 这都来不及吃都老了 就是很郁闷 摘下来嘛 反正也是烂 那不摘呢也就是老 然后这个菜床呢 跟刚才的菜床 很相似呢 里面种两个西瓜 也是为了 让它西瓜的叶子当默吃呢 你看这西瓜都接到菜床外面来的 就这一个西瓜 那也行 这还有一个西瓜 总体来说呢 也是一个字乱 你看到已经挡了过道了 挡过道了 明年应该不会这样设计 看到的呢 这个相当于是菜园比较核心位置 中间两个菜床 种的这个 就前面这是茄子 这个是日本扇茄 长得像一个扇子一样 号称是 那个网站卖种子网 号称是最好吃的一种茄子 但是我 觉得感觉和中国茄子还差一些 那这个呢 这个是这个日本 这个是这个泰国 这个泰国的花茄 产量挺高的 然后这边嘛 这边看的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长茄子 中国长茄子 前面我们看到的 就半生种植种一些葱 这个效果还不错 我向大家推荐一种种法 然后 这中国茄子 对中国茄子 长得不错 然后 呃 这面是这个白茄子 非常fancy 白色的 白白的 然后 这面呢 是这个 北方人 中国北方人 比较爱吃这个圆茄子 是我儿时的回忆 它的肉比较扎实 对 然后后面呢 种了一大堆的这个被风吹烂七八糟的 这个是紫酥 不同颜色的紫酥 有这个双面紫的 有 呃 一面绿一面紫的 看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双面紫的紫酥 这个是一面绿一面紫的紫酥 那这个是一面绿 反面是淡紫的 这个是韩国品种 就是吃这个sushi 店的这种 还有一种 最这面的这个是两面 就是说在这儿了 这个是两面都绿的品种 两面都绿 四种紫酥 今年是中期了 转过来看看这两个 中心菜场 呃 后面的这个西红柿 那这个是这个 呃 白色的这个小西红柿 甜度还不错 果子相当于也比较硬一点 就白妞的品种 然后呢 这个是sun gold 这个是比较甜的 我们看这儿 这都摘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然后这个开始 这个是大果西红柿 这个是 pine apple 草温型西红柿 我们往这边看呢 这边就说呢 于是 嗯 今年做了一个改动 就是说 双饮枝 以前都是一条饮 一条主干 那我们现在呢 看到这是饮两个主干 饮两个主干 上去 这同一种西红柿 这种小子西红柿 这个是 嗯 第一款就是说 第一款这个 转基因的西红柿 用于家庭 家庭种植转基因的 摆开以后里面是直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 嗯 双饮枝呢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从上往下 整体来说呢 基本上是产量是翻倍了 比单饮枝要好很多 而且整体的这个植物 感觉更强壮一些 所以呢 从明天开始应该所有西红柿 我要进行双 进行双饮枝 那我们看到这个双饮枝 这个分叉 这个分叉了 从这个开始 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两个引上去 效果非常不错 这边呢 看到的这个西红柿 四个大的品种 第一种这个是 啊 就是 啊 Upper Park Upper 然后第二种这个是 我们看到这种在这儿了 这个叫 颜值非常高的 这个 有点裂了 摘了摘了很多了 这个是 嗯 Purple Beauty 对 然后往这个呢 这个是 这个叫 这个是 这个你看这个西红柿很有意思 它的叶子呢 像土豆一样 你看 很宽很大 然后呢 它的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是绿色的 叫熟了以后也是绿的 你看 就这个就基本上快熟了 熟成熟也是绿的 对 成熟也是绿的 嗯 叫 叫Great Green 然后这面呢 是这个CP 呃 紫大窃 这个比较比较普通了 这个 这个 常见的这个川家宝品种 看看这个 稍微 靠南边的这两个菜床 这两个菜床呢 这里面种的后面的这个 都是豆角 那豆角呢 这是豆角的 相当于第二春了 之前呢 呃 长得还不错 但是得了红蜘蛛 得了红蜘蛛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棵呢 就死掉了 这红蜘蛛太厉害了 然后我呢 把红蜘蛛处理一下 浇喷水 后面又起来了 很多品种都起来了 尤其是这面呢 我们看到 这面还比较茂盛 那中间有几个死就死了 所以这红蜘蛛 呃 也不是说 特别完整 就如果说你把它 能打掉的话 还是有希望的 那这边看到的 这个是 这个圆茄子 圆茄子 新奇的在哪呢 这个茄子呢 它是我是自己架接的 我们看到底下这个叶子呢 是这个 底下这个叶子长得不一样 架接点 对这个是日本的 日本的这个野茄子 啊 架接点在这个 在这个位置 下面打出来这个叶子 都可以不要了 明显不一样 那这个呢 抗病性会提高 啊 对种植茄子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呢 这一颗呢 同时对比的是 没有进行架接的茄子 呃 现在这个菜床呢 呃 和那个是一排的 我们看到这个是茅豆 长得真的非常之疯狂 啊 后面的是秋葵 秋葵呢 就是说 特点就是说 老得非常快 我们要不停的 即使要摘它 否则的话 就基本上百种 这个是这个 茅豆 然后转过来呢 这边是玉米 这个玉米呢 嗯 这已经是第二茬玉米 那之前呢 有摘过一茬玉米 摘过一茬玉米 摘过一茬玉米 然后已经都吃了 感觉不过瘾 所以又摘了一茬 对 不同颜色的那 甜糯玉米 非常好 OK 那这面的菜床呢 跟刚才我介绍的 那两个菜床是对称的 那么也是种了很多豆 后面种了很多豆 也是第二春了 像我说的 杀了红蜘蛛以后 后面又起来了 那这 这个菜床里 还种了两棵西红柿 这西红柿呢 看到这棵 这个这个流子一样 那种架接点 跟刚才的茄子一样 它是架接的西红柿 我自己架接的 架接在这个 日本的野茄子上面 目的是提高 它的这个抗病性 后面是一棵 没架接的西红柿 进行对比 再呢 我们就是 走一下这个走廊 就是 整体来说 颜值最高的 看这个苹果丝瓜 是吧 这还有一个苹果丝瓜 然后这面是这个 就白玉丝瓜 我们看到这个 白玉丝瓜 然后这面是皱皮丝瓜 这三个皱皮丝瓜 都长得不错 然后 这还有一个 这马上就丰收了 然后这面是这个 马浓丝瓜 是亮皮的这种丝瓜 这个是网红丝瓜 然后后面呢 这个 这面是苦瓜 苦瓜 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 长的白玉苦瓜 然后上面的这个是黑苦瓜 然后这面叫大顶苦瓜 你看 长得 叫Big Top 对大顶苦瓜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这个 苹果苦瓜 就是 比较扁的这种绿苦瓜 苦瓜是四种 丝瓜也是四种 对称的 然后继续走这个走廊呢 这面是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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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可能就是说 我要在这个走廊 要尝试种一些 豆角 一些其他的不同科的作物 因为连做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看这个 南瓜 对 有的南瓜 就是说得病了 然后这也是一个 做刚做的南瓜 这个南瓜就是 叫这个Dumpling 还是颜值非常高 等它长 长大以后就能看出来 它的花纹了 那么转过来以后 我们看 这个南瓜 这个颜值是相当之高的 看到了没有 相当之高 然后往这边走 这边走呢 这个是冬瓜 冬瓜今年 比 把玉米拔了以后 没有挡光呢 它长的 长势呢 就一下子起来了 咱们看呢 这上面结了 结了很多冬瓜 结了很多冬瓜 对 然后往这边走呢 这边就是 我种了一个 叫小可爱的黄瓜 我看它长得像毛毛球 但是它不扎手 有一点点扎手 那这种黄瓜呢 它是不能吃的 那这还有一个 这是纯观赏用的 那这边呢 我们还有一颗就是 这个是护瓜 护瓜 看这个藤蔓啊 藤蔓它是和这个冬瓜 都不一样 它毛没有这么多 那花 看 这时候 跟葫芦 它是一个熟的 对 葫芦 它跟那个葫芦 是一个熟的 所以它嫩瓜也是可以吃的 护瓜 嗯 然后这边呢 你看 它已经慢慢往树上爬 然后这边有一颗瓜呢 叫变色瓜 这个变色瓜呢 跟这个蛇瓜 跟蛇瓜 是一个类型的 蛇瓜是一个类型的 它到这个秋天以后 它短日照 它才会开花 然后产量应该是比较高的 那这边呢 我还种了就是 嗯 这个是 啊 阿美尼亚黄瓜 嗯 因为光照不够 所以它长得一直不是特别好 长势不是特别好 那么 它suppose是甜瓜和黄瓜杂交的 好像是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只有一个 这个南瓜 这个南瓜 也是 小淘气 这个双色南瓜 看完 双色的 是观赏性的 是这个 靠南的 这个 最靠边这个菜场 前面呢 种的是这个 啊 长江豆 那长江豆今年 嗯 不幸 就是第一批呢 这个苗子 全被这个红枝珠搞死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 第二批 重新有育苗 又再移栽进去的 啊 目前来看还OK 应该还能接一波 啊 这中间还种了一棵西瓜 嗯 然后后面这个呢 种了几棵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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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麦菜 准备这个开花大种了 然后呢 今年是第一次尝试这个 我们看到尝试这个 平行架来种这个苦瓜 还有丝瓜 嗯 目前看来效果还可以 我们看到这这个 我们在这搭了一个这个平行的这个架子 对平行架子 可以移过去 对 移过去看一下 对 这平行架子 平行架子 然后这面就是 这个是丝瓜 从这爬上来 然后我们引到这个平行架上去 然后那面呢 往那边看呢 那个是苦瓜 苦瓜种的早一些 效果 效果好一些 你看这苦瓜 那一直上上上上上上 然后上到这个架子上 然后苦瓜接了还挺多的 但现在都摘掉了 所以看不太出来 那这菜床呢 就是比较悲剧了 嗯 种的这个都是 乱七八糟的 随便瞎搞的 中间呢 种了四颗豆角 没想到就长这么多 长的 爬到白香果上面去的 都疯狂的长 看一下这个 走着进来 然后这边还种了西瓜 这基本上都被竹子挡光了 所以说看这豆角长的还是不错的 虽然都老了都没时间吃 对 嗯 所以这就是个实验 那这之前这个菜床呢 种的是这个 嗯 卤笋 那卤笋呢 由于这边地方光线不是很好 呃 所以就以后不在这种卤笋 把它换一个地方 那你看到的有意思是 这些个豆啊 在这长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可能比较高吧 比较高的话 它这个争阳光能力比较强 不像这个卤笋 所以这个地方以后就是说 作为一个小的实验的地方 嗯 可以随便安排一些东西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冬面的第一个菜床 这个呢 种的是这个 天刚摘了很多 做这个泡 泡 泡红椒 这个是二斤条 这个产量真的是 真是杠杠了 对 然后 好 见风插针呢 种两株西瓜 感觉收的这个西瓜 嗯 有点晒伤了 嗯 总体来说呢 这个地方就是说 基本上这些树都起来 它的光线就受了比较 这个大的制约 这个菜床后面呢 种的这棵呢 是这个猕猴桃 这个今年终于把这个猕猴桃 让它长起来了 看一下 往里伸一下 往上啊 已经爬到上面这个 这也是今年这个新做的这个平行网 以前是垂直于地面的 现在把它变成平行了 就为了受光量要好一些 那这个猕猴桃呢 是可以自己一株就可以结果了 不像传统的猕猴桃嘛 还是需要一公一母 那这个菜床呢 就是四颗这个尖椒 这个是白色尖椒 其实是浅绿色的 不是特别白 然后中间这颗有一个Hungarian wax 就是说全阿利辣 这个辣椒呢 在不同成熟阶段呢 出现不同颜色 非常漂亮 然后这边就是普通的尖椒 然后这边就是紫色的尖椒 现在已经都成熟了 就是变成了这个红色 然后这前面呢 这封插针呢 种了两颗这个甜瓜 甜瓜就是博洋 博洋这个 博洋酒 看到有些甜瓜在这儿还没摘 啊 收获了几个甜瓜 然后后面呢 这个平行架呢 上面种的是佛手瓜 以往呢 每年的这个佛手瓜呢 这锤枝架呢 它这个挡光能力太强了 现在我们把它翻到平行架上呢 看见有很多龙虚菜 这长呢 长势还是不错的 看能接多少瓜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从这个 看这个竹杆有这么粗了 已经基本上木质化 看这个竹杆有这么粗 就一直引上去 把这个粉挖 效果还不错 平行架 那这第三个菜床呢 这个是这个线椒 线椒 线椒 一个是红色线椒 一个是这个黄贡椒 然后这边 产量非常好 黄贡椒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紫的一种 卡燕辣椒 那这个熟了以后 你看到颜色非常非常的 汽车 这个颜色 比较年轻的时候呢 是紫色 纯熟了以后是这个颜色 还有一种过渡色 看非常非常神奇的颜色 那这后面这个平行架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它是空的 以后呢 就是这个后面这颗葡萄 是可以准备引上去的 OK 这个菜床呢 里面种的就是 Kajari这个甜瓜 见凤叉生种 颜值很高 Kajari甜瓜 味道也不错 法国的一个品种 然后用的辣椒呢 是这个子弹头 还有这个长天椒 主要是 今天也是刚刚摘了很多 主要是这个 晒干辣椒用的 然后后面这个 长风的这个东西呢 是这个 啊 雪莲果 啊 你看已经长到这个平行架了 快长到顶上去了 这明年估计不重 太占地 而且它几乎挡了所有的光 那这个葡萄呢 你看 这是夹凤求生存 本来想种的东西呢 就被它就 相当于就是牺牲掉了 嗯 那这个菜床呢 第五个菜床呢 就是说 我们种了这个 就是这个 啊 草莓 草莓第一次就用地膜来种 你看 这地膜 黑色地膜 那这样的话可以防杂草 然后主要是防这个烂果 因为草莓呢 触地以后非常容易烂 啊 中间呢 这个是这个叶子 这个 引上去的这个呢 是 啊 八月瓜 然后 右面还种了两颗 这边也有一颗八月瓜 做 刚刚爬上去 那边左边还种了八月瓜 那八月瓜呢 也是说 需要不同品种来授粉 就是八月瓜的特点 希望就是能够吃上这个八月瓜吧 也是挺奇特的一个东西 好 这个是 嗯 第六个菜床 嗯 东侧第六个菜床 我们种了一颗呢 这个满天星 满天星的这个百香果 让它爬到平行架上 看效果怎么样 目前还不错 那这一个小苗呢 就从今年栽种 到现在 你看 已经做果了 对 已经做果了 所以说百香果呢 实际上是长得非常快 一种东西 就是一年就可以做果 然后 嗯 这面种的就是这个 嗯 这个是韭菜 你看开了多少花 太多了 懒得懒得 开始还摘一些韭菜苔吃 后来就是放任它了 不管了 现在看到呢 是最靠南的这片葡萄 之前是垂直架的 现在都变成了这个平行地面的 上翻的这个架子了 我们看到这个受光量增大了不少 这个葡萄接了不少 这个是这个Cancour这个品种 从上到下接了不少 那这样做的这个目的呢 也是为了增加下面植物的透光量 就它没有那么拥挤了 看下面这个羊和姜 长得比往年要好一些了 那往这边看这个芋头 芋头叶子 观赏性非常强 那这个是这个圆叶葡萄 嗯 其实这个葡萄呢 就是说不熟的时候确实不好吃 但成熟以后还非常非常不错的 有一股奇异的香味应该说是 就几乎是完美的圆形 圆叶葡萄 那这边看到这个葡萄呢 是非常悲剧 全部裂果了 应该网上查了一下 就是说 就是流果流太多了 明年然后觉得要输一下果 就是蛮可惜 看到这个地方它就没有裂 相当于果要输一些 就说输果有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说 就是从一个枝条上不能流这么多串 二个就是说它每一串上这个 这葡萄猪就是要打掉一些 但是这工作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倾向来说 就说一个枝条上要少留一些葡萄 尽量少留一些 尤其它们之间一拥挤啊 特别容易裂果 那么这边看到也是 这个也是玫瑰香 刚才那也是玫瑰香 这是紫玫瑰香 我们看到裂果现象也是非常的严重 这么裂果现象 然后这 这上面还有 呃 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OK 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菜香 呃百香果这个 百香果的情况 这个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非常非常恐怖 已经爬满了整个墙 整个这边墙 这是一颗百香果 一像一颗百香果同学们 就可以这么变态 然后 嗯 百香果呢 就是说它不用采 不用采 它实际上熟了 这个籽它自己会掉下来 掉下来拿到屋里变皱了 就可以吃了 然后这 还在开花还在长 不停在接 嗯 底下半生种植呢 种了一些这个甜瓜 有这个白兰瓜 这是白兰瓜 然后还有一些网纹瓜 那边是网纹瓜 然后这面呢是这个 日本贵族甜瓜 这个就是 看到这个 外面是网纹 里面是绿人 然后它这个 嗯 一磅呢 在某些网站上 可以卖到一百刀 所以说 就是 比较财迷的人 可以考虑种这种甜瓜 产量也都不错 那这个地方 东西来说 靠冲南嘛 所以光线还不错的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房子最北边的这个 嗯 就相当于最阴的这几个菜场吧 然后 这边看到的是这个 黄花菜 今年刚 买了一批 那以前种的这个 嗯 苗的是假的 是宣草 今年的新 种了黄花菜 嗯 然后这边是一些个 相对老一点 它已经 已经开花了 还是很好吃的 非常鲜 非常的这个香甜 明年的这个产量就可以 就是说 用来炒菜的这个 产量可以达到了 那这面呢 这个 这面这个看到这个是蕨类 这个蕨菜 蕨菜呢 我们就是看这个 从地里面钻出来的这个小偷 啊 它就是可以掰下来 长大一点 掰下来可以炒着吃 也挺香的 然后 口感比较滑 嗯 这蕨菜呢 你们看到这个清晰性非常强 清晰性非常强 它甚至可以穿过这个 穿过这个木头板 长到别的菜床 穿过这个木头板 非常之恐怖 那 之前我没想让它长到这个韭菜 这儿 现在它把韭菜的地也占了 所以这韭菜还要稍微挪一下 OK 现在看看这个 我这个引以为傲的这颗 这个 甜竹笋 博士甜竹笋 咱们看到已经 已经长这么大了 真的是太夸张了 感觉明年可以跟房子一样高了 那这个竹笋呢 它的特色呢 就是说 它首先是醋生型的 它不窜根 这点是比较不错的 它不会像其他竹子产生那些竹边啊 到处窜 所以对邻居是友好的 然后呢 它产生的竹笋呢 是可以 就是说 甚至可以生吃的 就是说我们炒的时候 不需要焯水 直接炒出来 就非常甜 非常好吃 已经今年给我们贡献了 大概两三颗竹笋了 明年可能会更多 所以我现在在培育它呢 可能就是说 在其他的角落 可能再栽上一两颗 非常优秀的品种 OK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小baby的竹子呢 这个叫弱竹 它产生的叶叫弱叶 那这个弱叶呢 就是我们 就是包粽子用的那个 粽子叶 现在很小 可能明年就长大了吧 等长大以后 可以把这个叶子 前来包粽子 新鲜的这个竹子叶子 包粽子 它比这个干的泡子 那是好吃多了 清香嘛 那这一颗呢 就是 也是今年新种的一个 这个红甘蔗 红皮甘蔗 之前的绿皮甘蔗 我们处理掉了 把它这个红皮甘蔗 挪在了一个 相对来说 就是死角的位置 不让它就是说 跟其他植物争光 它爬上去后呢 是可以 打败邻居这棵芭蕉树的 邻居这棵芭蕉树呢 没有什么用 从来也没见到结果 所以这个 不要小看这个甘蔗 这甘蔗可以轻松的 抢它 抢过这个光的 现在呢 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呢 是我今年的一个 新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我们看现在 这个菜床 就是最前面种的这个是草莓 那我们作为这个是最底层 第一层 然后呢 大椒 比较高一些 那第二层呢 第三层呢 我们看这个是种的一些香料 这香料也不需要特别强的阳光 所以呢 现在就把它安排在这个平行架的下面 看这三盆香料 西洋香料 然后上面呢 就是这平行架的佛舍瓜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实现了一个这个 立体种植的效果 这立体呢 甚至是相当于四个层面的 对 一 二 然后 辣椒 还有这个草莓 四层立体种植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盆栽这些辣椒 那这些辣椒可能 就是说 有人问你为什么一直不采呢 就是因为我是 拿它做实验的 在这六盆栽呢 啊 是不同的土壤配比 看到这个 结辣椒量也不一样 到秋天的时候 我会把辣椒都摘下来 然后计算一下数量 然后做一个记录 就知道哪个 这个肥 哪个配比会比较好一些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 实际上是一个 二乘二的一个种植香 中间种了一颗这个蓝莓 那趁这个蓝莓还没长大呢 或者这个四边呢 种了四颗这个 地瓜 所以这个冬天还能收点地瓜 但是明年就不会再种了 因为它 总是这样的话 它这个 会影响它蓝莓的生长 嗯 嗯 现在我们看看今年的 我做的一些个 最加工一些架子 首先这个架子是种火龙果的 底下是木箱 对 定起来的木箱 已经形变了 没有那么漂亮 然后上面是这个铁架子 嗯 Conduit 咱们看上面是这样 那这个 现在还没有长大吗 长大以后把这个引上来 引上来以后 然后从这里往四面八方展开 展开就是 可以就是开花结果 这架子不高 大概五 大概五尺左右 对 基本上是比较坚固的一个 火龙果架子 OK 这个架子呢 十尺高的这个架子呢 八尺高的这个架子呢 是准备给这个 白香果预备的 为什么种在这个架子上呢 是因为这个 我希望呢 冬天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7米9号的这个 白香果长的还可以 但是说还是没有 紫色那种长的那么生冷吧 就说希望它长大以后呢 到冬天我们可以把它照上 就把它照上过冬 那现在呢里面种一些豆角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长大 所以先用豆角先长一步 不要浪费这个空间 这个架子 上面可以缠上这个 四周可以缠上网 让这个白香果就爬的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塔都是 这白香果塔相当于是 这两个架子呢 就是区别其他的 这个是十尺高的 做两个架子 看 非常非常高 已经挂上网了 在里面种的是什么呢 是山药 那我们看到的区别于其他的架子呢 这个土丛是非常厚的 土丛大概有 四十左右吧 素丛对四十左右 因为山药呢根本需要很厚的土丛来生长 然后上面是长的是山药 但是不幸的是呢 这个山药长得不是很壮 一方面是这边光照不好 二一方面这个图可能肥力不够吧 明年可能往里面翻一些鸡粪试一试 今年我也在可能在追追肥吧 那边那个就长得更不好了 那个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就是它 这棵的这个受光量就更差了 在这个被这个香榛树 山药树遮住了 现在是八月份 我们来看看呢 什么树现在是正在结果的过程之中 那第一个呢 这个就是这个枣树 一串接一串的 感觉有一点点变红了 然后这边也是一串接一串 这边总体来说呢 光线不好 因为被后面这个 这个樱桃大樱桃树遮住了 所以这个冬天我把这个樱桃树给它去掉 对这样的话整个这边的植物就长得会好一些 包括那边的菜啊玉米啊 冬瓜啊什么都会好一些 二种呢我想介绍这个结果就是石榴 石榴呢 我这个明年呢 可能会嫁接一些软子石榴的这个枝条上去 这个呢 现在看到的这个还是标准的美版的这个 Wonderful Pomegranate 也不说难吃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酸 它到很熟的时候 还可以变甜 产量还是很不错的 慢慢把它变成这个软子石榴 另外一颗值得一提的呢 正在结果的这个果树呢 就是这个 看 这是什么呢 山楂 这还有几个 今天第一次结果 还挺期待的 感觉这个 好像长了那点虫子 希望能长大吧 长大的话这点山楂可以做一个糖葫芦了 这颗无花果呢 这不容小事 别看是盆栽的 真的是摘了一磅有一磅 这个无花果非常甜非常好吃 你看 不停的在长不停在熟 这无花果 那这个石榴呢 看 非常可爱 这个就是软子石榴 标准的软子石榴 明年就把这个枝条架到这个 这还有一个 架到这个正常石榴上面去 希望能活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我这个今年种了些什么新奇的植物 一些新引进的植物 第一种呢 这个就是葛根 葛根 粉葛 这个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美国南方啊 已经形成了灾害 这个东西 它是攀爬性的 这豆科嘛 攀爬性 它可以甚至毁掉一个森林 所以这个东西有多么厉害 那么我们种在这种菜场里面 是比较安全 它不会到处窜根 那这个广东的朋友知道 这个东西包汤非常不错 二种这个新奇植物呢 看到这个叶子是这样 这个呢 叫雪通菜 是现在目前国内呢 需要流行的那种野菜 说吃了以后可以这个 降血压 对吧 血管就没有那么堵塞 那种保健菜 然后我们往这边来看呢 这个呢 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把它栽到菜场里面 这个叫猫爪子菜 猫爪子菜 就是冬天 suppose去它这个嫩芽的 走到这边来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啥呢 已经长了挺多红蜘蛛的 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 这个木鼠 黄色木鼠 那这面光线呢 由于这个 平行架上面这个瓜呢 副手瓜 折得比较厉害 所以说它长得不是很好 看看冬天能不能挖出来 几根这个木鼠来吃吧 做糖水 这面呢 这个叫刺菜 刺菜 看身上全是刺 据说是有点苦 据说是有点苦 然后在这个 西南 中国西南地区呢 拿它这个嫩 嫩净的可以涮火锅 非常去火 很保健的一个东西 等它再长旺盛一点 可以掐一点试一试 这个车呢 长得就太弱了 可能是阳光吧 温度也不够吧 这个地方 这叫赤苍藤 这赤苍藤 这赤苍藤 应该是在中国广西的 原产的一个植物 好像保健作用也不错 看能不能 过段时间 明年让它长壮一些 我们看到韭菜后面这个长呢 这个非常恐怖的这个呢 这个是这个叫山木渣 这种野菜 就种了一点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 估计明年尝一下吃一下 可能要把它砍掉 因为它太 破章性太强了 不适合这个 在这个菜场里种 看到这棵呢 长得非常茂盛的 这一大棵呢 这个是古杖 也是入侵性非常强 但是只要把它种在盆里就OK 对 这个 千万不要进地 进地的话呢 扩量性太强 可能会把你这个房子 这个周围的地全部吃掉 对 然后地基也破坏 所以种盆里还是比较安全 对 明年春天希望能采一些嫩茎 据说是酸酸的 可以煮 可以煲汤 OK 这边看到的这个叶子呢 长得还挺漂亮 这个条纹叶子呢 这个是沙浆 对 网东朋友可能知道这个沙浆嘛 对吧 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浆鸡 是吧 沙浆鸡 白斩鸡 香味非常的独特 这个可能是我今年种的这个最神奇的植物之一的 这个是什么呢 大家猜一下 这个是摩浴 摩浴看这个叶子 很好玩 那么 这实际上不是它的叶子 是它的什么呢 是它的甲茎 所以我们看这个植物很有意思 从这开始 从这这个分叉开始 往上走 它呢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这个叶子 这种叶子叫做变态茎 所以它的茎 对 所以它的茎 直接演发成变成这个样子 没有实际上的植物学上的意义的叶子 大概两年以后就可以挖底下这个摩浴池 当然要用碱水要煮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呢 今天我引进了一些个热带 甚至是压热带的热带 压热带的一些个水果树 现在目前呢都没有太大的盆 甚至种它们 所以也没有地了嘛 看到首先这个是芒果 芒果 可能明年可能给它换一个大点盆 看能不能盆栽结果 然后往下走呢 这棵是龙眼 龙眼 然后这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叶子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荔枝 对 一只树长得比较慢 比龙眼长得要慢很多 明年给它换大盆 然后 这棵树呢 是 我们叫这个 Black Sapoli 黑柿 它实际上跟普通的柿子是一个棵的 只不过耐寒能力比较差 对 所以冬天它是石区的作物 冬天呢 要有得保护一下 然后 这个呢 我们看到这棵是什么呢 是莲雾 对这棵是莲雾 长得也还不错 是莲雾 是莲雾 莲雾 现在看到三种呢 这个是 第一种是这个 Sapoli Sapoli 人心果 人心果 山朗克的 人心果 往这边看呢 这个被太阳晒焦了叶子 这个是Star apple 牛奶果 和它是一颗的 隐藏着有一颗在这个黑石旁边的 这个是 这个叫黄金果 对 和刚才的那个 Sapoli 也是一颗的 山朗克的 所以说Star apple Sapoli 和黄金果 黄金果英文叫bill 这个也是 三种也是一颗的 我们看到这颗呢 长得还不错的呢 这个叫 Wise Sapoli Wise 它呢 和这个柿子没有关系 虽然也叫Sapoli 叫白柿 冰淇淋柿 它和什么是一颗呢 和我们平时吃这个 柑橘啊 是一颗的 云香颗的 长得还不错 希望能够 给它换个大盆结果 这颗呢 现在我正在碰的这颗呢 这个是树葡萄 也是一个小树 也是同样 希望明年能够给它换一个大盆 能不能结果 这热带水果呢 就少不了这个菠萝 菠萝 希望冬天能过冬吧 比如说种到三五年 它有一个菠萝吃 所以说 这个心急也是等不了这个东西 那看看我这个室内 这个小帐篷里面有什么 这里面主要集中的两种植物呢 一个是山竹 一个是榴莲 榴莲的成活率不是很高 好像现在就是只有一颗 一颗刚刚长了点叶儿 一颗刚刚长了点叶儿 然后山竹活的比较多 有这个泰国的山竹 有这个阿库蜜山竹 阿库蜜山竹是一种可以 盆栽就可以结果了 还有这个阿恰恰山竹 主要是这种三种山竹 像这个泰国山竹呢 就是我们平时 看这个叶儿是对升型的 就是平时 我们在超市买那种山竹呢 就是这种山竹 泰国紫色山竹 那这面呢有一颗这个 这个热带的这个果树 这个很小的苗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 Sugar apple 凤梨世家 对 是台湾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品种 OK 这个呢 这片区呢 是日系的这个 黑草莓和白草莓 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 白草莓 这里面有桃薰 看这个果子 对 这个果子 颜值非常高的 桃薰 有淡雪 颜色也是比较浅 还有这个天使 天使AE 三种白草莓 目前在这个培育小苗 然后呢 看能不能这个 在室内栽 因为在室外呢 虫子吃的太厉害了 这个屋里面呢 这个灯架下的草莓呢 这个是 大梁山黑草莓 这是中国国产的 黑草莓品种 然后下面这个架子呢 是日本的白草莓 这个是 左鹤雪兔 就是说 果性比较大的一种白草莓 两种品种都不错 再看一下呢 这个今年这个水生之物的情况 这个是用这个垃圾桶 种焦白 效果呢 比大桶反正 比小桶是好一些 但总体来说 还是不如这个 这个澡盆 这个澡盆呢 其实当然不是洗澡的澡盆 是给马喝水的 对 所以那Home Depot 这些地方都有 我们看到这个里面 种的是这个纯菜 很难长 因为它对水质要求比较高 然后这面呢 是 焦白 种的比较少 然后转过来呢 这个荷花 这荷花呢 尽管是这个焦白 是它挡了它这个荷花的光 它的光线不冲入条件 因为它长得非常好 对 实际上是焚藕 所以到冬天可以挖一下 我吃 后面是焦白 后面是焦白 焦白的话 今年不小心给太多肥 有点烧苗 然后这面是这个香脯 香脯 然后我们看它这个 果实种的非常好玩 非常可爱 一个一个 也叫这个 candle light grass 这边看呢 这个传统的 之前那种桶 来种的这个 相对于来说 需要空间比较小的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个水生植物 比如说这个 马蹄种了两盆 冬天中挖出不少 然后这边两棵呢 属于实验性质的 种了一个水果藕 种了一个莲子 到明年可能会移到这个 看哪种比较适合在这边长 可能会移到这个 刚才那个枣盆里面 那这个是呃 此姑 此姑也是两盆 嗯 说到这个水生植物呢 后院呢 这个deck上面也放了两个 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呃 这个梨蒿 如蒿 对 我刚刚栽进去一棵比较大的 到这个秋天呢 会长满整个这个水草 就不会这么丑了 嗯 这边我种了一个是水禽 也是种种枣盆 啊 枣盆就是问题是太重了 把这个deck这个木板都压弯了 所以 哎呀 这早晚是一个祸患 所以可能以后会加一些 呃 可能呃 90度垂直的木板在底下 这样的话都会提高它的强度 现在这个真的是 太重了 这一个有 一两吨重 那上面这个是多半菜和水禽 这两种水生植物 现在都看着都很差 因为天热嘛 它休眠 到冬天 到秋天的话 它就长得比较好 那这面这棵呢 是桂花 桂花 明年一个找一个稍微好点地儿 呃 是属于 呃 金江台阁 可以一年三百多天开花 这个品种 那花呢 就是这一大棵呢 这个苗呢 这个是白玉兰 下来看一下 白玉兰 长得非常不错 可能一棵小树也能开点花吧 嗯 这面后面这个 放在这陶瓷盆里呢 是 呃 辣梅到冬天应该会开花 现在可能长了一些病 可能要杀一下这个菌 这面呢 是这个 丹瓣莫里 对 笔尖莫里 看 非常非常香 它也是爬藤类型的 可能会把它安排到前院的一个位置吧 让它生长 那这个 这个看着不太起岩的植物呢 这个实际上是 茶树 对 跟刚才那个茉莉呢 可以配成一个茉莉花茶了 OK 现在看到的这个 长得张牙舞爪这个植物呢 这个是山苏 是蕨类的一种 这个在台湾 吃过用它做的菜 就是掰这个嫩叶子可以炒 味道还不错 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一盆植物呢 这个是树仔菜 也叫五指山菜 也叫五指山菜 是海南地区的一个 算一种野菜吧 应该是吃这个嫩劲的 现在已经把它移到大盆 希望能有一点收获 为什么正在屋里呢 就是它的耐寒性不够好 现在看到这个植物呢 这个叫甲露 叶子长得很像胡椒的叶子 好像可以作为一种香料 放在汤里面 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叫云南甜菜 这个是一种 吃叶的一种树 长得非常慢 这是云南的一个物种 估计若干年以后 才能采几个叶吧 据说是叶子是甜的 这后边这个呢 这个植物呢 叫铁皮石壶 是一种中药吧 看那个气成根长得非常好 现在呢 看一下这个 最近我当培育的一些这个室内绿脂 首先看到这应该是最有名的 这个是白锦桂贝竹 然后这个呢 是黄锦桂贝竹 比白锦呢 要更值钱一些 看这个叶子已经 已经这个开贝了 然后也出锦了 这个呢 是比较普通的这个成王子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普通的 像这个秋海棠啊 秋海棠呢 因为我这个光照比较好 已经开了很多花 花还是挺惊艳的 光照呢 就是这个三个灯管 当然这个电费也是非常的昂贵 然后看这面呢 这面呢就是这个花竹 叶子非常漂亮 然后这面还有一些这个 一些出锦的热带植物 然后这个是这个大仙女 这个是海玉 这个叶子 这个比较有褶皱的叶子 这面有几个小苗 这个是佛罗里的啊 beauty 然后这面 叶子还没长出来 看不太来是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也是海玉 也是出锦的 然后这个 长大应该比较漂亮 现在看不太出来 这个挺fancy 这个孔洞龟背竹出锦的 这个长得非常精致 像这个白犀牛 然后这个叶子 你看 长得形状很好玩 这是Jackson 现在看到这几小盆呢 是这个Tissue Culturing 祖培出来的这个热带 这两个是焦糖大理石 Caml Marble 这个是成王子出锦的 Prince Orange 然后出锦的 这个是巴西烈焰 现在看不出来叶子形状 这几盆呢就是比较值钱的 但是呢因为是组培的 所以说它长得比较慢 现在看到的呢 这几盆呢 是我今年收藏的这个多肉植物 这属于多肉的这个十二卷 看到这里面有这个万象啊 绿鹿啊 还有兽啊 等等等等 好那今年的这个菜园呢 包括室内这些种植的情况 就介绍到这里 嗯 感觉还是有很多不足吧 主要就是这个连坐造成的危害 希望明年呢 开始这个通过轮坐呢 大轮坐呢 来改善这个问题 然后呢 呃 重点呢 也要稍微往这个室内绿植要转一下 因为这个室内绿植呢 就是说可能 嗯 比如说在网上出售啊 和带来一些收益来弥补这个 种菜烧钱的问题 好啊 那这期就到这里 啊 时间比较长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踊跃的这个 订阅 转发 啊 如果感兴趣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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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过去 Mythical 1 1 4 谢谢观看